中国时报昨晚焦点继续关心的事 这是好消息咯 赶在元宵节前夕中华电信送出了大礼 从4月开始呢 他们说上网标速的价格要便宜了 要降价 而且呢 调降的幅度会让全民都有感觉 全台湾至少有450万户退值接受贿 而其实这回实际调降的价格 目前仍然属于公司内部作业 要等NCC核准才公布 但是呢 有电信同业就认为 100M如果呢 能降300块钱 50M能够降到150元 才算是有感调降吧 否则呢 就太糊弄大家了